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的選前之夜 預計5點半在孟世代廣場開始暖場 7點半正式開始 熱情的大批支持者早就擊爆廣場 準備明天過後一起迎接光明新高雄 除了國旗和士旗騎海之外 也會有一面超巨大的高雄士旗 會傳遍廣場 同時揮舞飄揚帶給人民感動 各位觀眾我現在拿的就是 今天晚上的神秘密碼 就是高雄士旗熱騰騰的 剛剛才送到現場 不要搶 別搶 每個人都有 待會不要搶 這就是今天晚上 韓國瑜昨天晚上在臉書本身來說 今天晚上的神秘密碼 不是兔子 也不是國旗 也不是任何的事情 而是高雄士旗 而這次預計會有10萬以上的韓粉 來參加選前之夜 甚至有可能超過之前 鳳山造勢的13萬人 警方不敢鬆懈 我們現在看到高雄市刑事局的現場的看下小組 已經抵達現場 可以看到有警犬隊 然後手上這邊拿著各式各樣的探測器 還有手上拿著一些探測棒 目前因為這個選前最後一天 有各種耳語不斷地傳出 所以現在高雄市政府的警察局 已經派出了刑事監視中心的人員 他們針對各種箱子裡面做一些探測 我們可以看到反射鏡 針對各個角落 每個地方都不放過 我們派了三隻鎮暴犬到這裡來做一個場地安全檢查 主要從主舞台區擴散到周邊 以防止就是有人去破壞這個舞台區 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鎮暴犬和監視刑警走上舞台區探勘所有的金屬物件 連車底下和音響工作區周邊都仔細地搜查過一遍 嚴防被人放置爆裂物 另外時代大道中華五路口已經架設管制巨馬 禁止車輛進入 末時代廣場前的時代大道路旁全停滿了車 警方表示還是會依法取締 但韓粉說管不了那麼多 而韓國瑜的選前之夜暖場活動馬上就要展開 據了解韓國瑜從未露過面的兒子韓天 今天晚上也將會到現場替老爸助陣 記者綜合報導